新闻头条先来看到 纽约传出的第一起伊波拉确诊案例 曾富西非治疗伊波拉病患的医生史宾赛 因为发高烧送医 经过检验之后呈现阳性反应 纽约州长古墨跟市长白思豪还有卫生当局 台北时间也就是今天早上10点钟左右 紧急召开了记者会进行说明 强调史宾赛和亲密接触者都已经被隔离了 虽然史宾赛曾经搭乘地铁 但是传播病毒的可能性非常低 现年33岁的史宾赛是医生吴将冀的医师 上个月曾到西非的吉内亚医治病患 14号从西非回到纽约 17号出现高烧呕吐肠胃不适的状况 期间曾坐地铁由曼哈顿前往布鲁克林 但纽约当局排除了传播的可能性 甘乃迪机场实施伊波拉检测机制 对所有自西非返美有高烧倾向的旅客 都统一送往纽约表围医院进行隔离 石宾赛是纽约首例感染伊波拉的患者 纽约市卫生当局不敢大意 正追踪过滤与史宾赛医生接触过的人 目前遭隔离观察的人士 包括史宾赛的未婚妻 与他接触的病人及好友 新唐人记者安心 柯婷婷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